《大紀元時報》近期獲得了一批中共內部文件 洩露了中共黨媒新華社製作的內餐 所蒐集的各種海外報導 大多是報喜不報憂 來忽悠中共官員的秘密 評論認為呢 中共不僅天天在洗老百姓的腦 也在洗內部官員的腦 吹捧內容多 負面新聞少 是中共黨媒新華社製作的內餐的重要特點 從大紀元獲得的新華社輿情中心製作的 《全球制裁風險週報》第12期可以看出 一些對中共不利的重要內容並沒有收錄其中 例如5月12號 美國國會自身共和黨參議員 林塞·格雷厄姆率領多位共和黨人共同推出法案 如果中共不配合 不能就疫情爆發給出完整解釋 將授權總統川普對中共實施廣泛制裁 13號 川普把去年5月簽署的行政令延長一年 繼續封殺華為和中興等中企 這些消息 新華社輿情中心都沒有收集在內 而且它製作的《海外中共肺炎疫情輿情監測》聲稱 對海外媒體進行了全方位監測 但這份嚴禁外傳的所謂內部資料 大多在說其他國家疫情如何嚴重 而對中共的負面消息只是少數 有些消息甚至被故意忽略 例如5月26號的海外政要及媒體主要觀點一欄 搜集的都是前一天和中共無關 或間接讚揚中共的報導 而一些國際媒體在5月25號刊登的 彭定康 中國利用疫情炫耀實力 及欺負臺灣香港這則報導卻沒有收錄在內 另外 大紀元獲得的多個涉華經濟熱點跟蹤文件 內容多是外界所謂讚美中國經濟的評論 和上面提到的幾個輿情監測內容類似 較少有關中共的負面消息 另一份對大陸疫情防控及復工復產的 輿情跟蹤內部文件 則大多在吹捧國內疫情防控形勢較好 而對中國企業在復工復產中出現的 各類問題卻避而不談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表示 這是中共的一貫做法 那些內餐大多報喜不報憂 在海外媒體中尋找對中共有利 或者小罵大幫忙的信息 藍述說 中共的洗腦是多個層次層面 同時進行的 年年做 月月做 天天做 這是他們的常態 不僅要洗老百姓的腦 也要洗內部官員的腦 目的還是維護中共統治的穩定性 旅美時事評論員邢天行表示 新華社製作的內餐在輿論宣傳上 必須跟新華社的報導一致 不可能是兩個調子 其實是更細緻的一種宣傳手法 為的是影響中共內部有相當級別的一些官員 尤其是無法自由獲取海外消息的那些官員 中共再更更高層級的官員 就是中央一級的 他們有自己的消息來源 更不用提的就是中共還有 它的這個軍情部門啊 他們有他們個人的情報來源去搜一些東西 那是跟我們現在說的這個內餐呢 又是兩回事 所以說呢 從這個內餐的本身來講呢 完全是中共宣傳政策上的一個自欺欺人的結果 此外 大紀元獲得的一批5月份的 全國兩會網路輿情跟蹤文件顯示 中共對每一個大新聞的民間輿論都非常關注 除了分析輿情傳播熱度走勢 還列出輿情傳播來源